张信哲邀歌迷一起唱!撒娇拜托别再要他自拍! 张信哲撒娇要大家不要再跟他要自拍了! 涂潮水音乐提供!2018万0405 情歌王子张信哲从今五日起一连两天 在有国家级地位的音乐殿堂北京音乐厅举办歌时代二北京演唱会 他邀请莫斯科交响乐团70人抵京担任伴奏 并破天荒在坐满一千多名观众的现场 全程现场同步录音 预计将从表演的15首曲目中 连选初十首推出歌时代二 黑胶唱片经典盘 初估耗资已烧三千五百万台币 张信哲为耕动有百年岁月的北京音乐厅面貌 近运用3D投影 直接将影像投射在音乐厅的立面和双翼 就让历史悠久的音乐厅宛如新生 献出千百种诗意模样 张信哲穿住铁红色长版西装外套登场 出场时立即伴随许多欢呼 接住他以苏打绿的 《我好想念》为音乐会拉开序幕 搭配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团 令人震撼 而在演唱 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 三D立体投影出叶子 由绿变红的模样 让现场歌迷更能深地其境 张信哲已演唱苏打绿的 《我好想念》 为演唱会揭开序幕 《涂潮水音乐》提供 2001-180405 随后张信哲问观众 你好吗 回应他的是如雷的好 让他笑说这个回应很好 并提到 我很担心这个场合让大家变拘谨 还好大家还是很轻松地参与这个节目 他也提及今天的演出会实况录音 之后将会做成黑交叠 心情大好的他 更邀请歌迷跟他一起唱 歌迷爆出欢呼声回应 张信哲大方邀歌迷一起唱 《涂潮水音乐》提供 2001-180405 演唱完他的歌曲 《永恒的印记》 张信哲再次与粉丝间聊 提到现在年纪大了 很多事情都想完成 也不能听下来休息太久 这样反而会东想西想 幽默的他突然丢出一句 我对 不要在微博里再叫我拍自拍了 引起全场歌迷的笑声 这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